在我看来 中国传统文人画 以画即情 但其中也有不同真意 山水画中 透露出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物画 反映社会之关系 而花鸟画 则是对内心的呈现 与发掘 金龙的梅 孤傲 汪世慎的梅倔强 吴昌硕的梅铁骨铮铮 他们的心性 在他们的作品中一览无余 禅宗所说 佛性自在常住 林济宗说 心性即佛性 花鸟画 就是心性的反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